你走開啦 你走開啦 你走開 媽媽 你走 你走 身穿藍色上衣的朱先生 不斷被爸爸追打 一旁媽媽看了好心急 雙方人馬在大馬路上全打腳踢 爸爸還拿起拖鞋 不斷敲打朱先生的引擎蓋 最後還把後照鏡用壞 但其實這裡是朱先生的店門口 被爸爸鬧到沒辦法好好經營 只好換個地點 你好 這個是我們敲線公告 那之後會搬到左營的立志中間 歡迎之後有機會再過來品嘗看看 謝謝 原來這裡是高雄一間法式甜點店 在地經營四年 培養不少老顧客 不過卻因為家庭因素被迫簽店 28歲的朱老闆把店開在住家樓下 這半年來爸媽鬧離婚 媽媽選擇搬出去住 朱老闆因此成了出氣筒 爸爸除了言語上的收入 還會有肢體上的攻擊 朱老闆還曾經被打到大腿瘀青 讓他忍無可忍 申請了家暴令 爸爸卻視若無度 因此他決定提早搬家 夜四點的時候來撞我的房門 然後叫我起床 然後甚至揚言要把我趕出去 因為我一直長期這樣忍受下來 我真的覺得受不了 店裡的招牌香草可麗露 外皮酥脆 口感扎實 一刀切下還咖哲作響 還有剛出爐的可頌 整齊排列在考盤上 畢業於教大機械系的朱先生 因為熱愛甜點還自費出國 去攔帶學習技術 他那時候就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就有聽話說做甜點 對 他在哪邊我就會跟人跑到那邊 我受到非常多客人鼓勵以及加油 我覺得是讓我非常的感動 籌備多時的店面 口碑症一點一滴建立起來 培養的客群卻因為家庭暴力 不得不躲著自己的親人 人痛打掉重鍊 搬遷到新的店面 一切重頭再來 TVBS新聞 吳少龍 徐一頓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